他下載什麼資料呢 其實我前面講過 網路上面其實 像那個開放資料 像台北市政府的開放平台 或中央政府開放 一堆資料 那其實最多的都CSV 其實可能就XML 或者是Json 等等類似這種資料型態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他給我一個連結 所以你可以連到我們的第六個單元 那這邊的話 第一個我要解決什麼 解決怎麼樣抓那個台北市 公有零售市場行情的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你可以連進去 裡面就是到這邊有一個 台北市公有零售市場的一個圖表 他有一個統計圖表 而且直接畫給你看 目前好像使用的人數 瀏覽的人數這邊都有 那底下的話這邊有個下載 下載的話呢 那你按右鍵 把他另存或者是複製連結網址 主要就是可以從這邊去下載 當然你可以點擊他啦 點擊他就直接下載一個檔案給你 這個檔案的話 他就是什麼 Data底線CSV 然後呢底線再點CSV 那你可以直接把他打開來 你可以直接下載他 然後打開來 裡面的話應該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在eSale裡面也可以開起來 應該看起來應該是從eSale裡面轉存的 那裡面的話呢 主要是放什麼資料呢 日期 那你可以看到他種類應該就是蔬菜吧 哪一個市場賣什麼樣的蔬菜的名稱吧 比如說蘿蔔 胡蘿蔔等等賣多少錢 每一個市場也都會有標注 所以其實你可以同樣一個商品 其實你會發現在不同的地方應該賣不用價錢 你可以用篩選好了 假設我今天篩選 篩選什麼 假設我今天篩選青蔥好了 青蔥你會發現 他每天每天的價錢好像大分都差不多 不過你會發現 底下呢會有波動 北投 不過你會發現市東的菜市場 一斤這個應該是一公斤吧 一公斤380 北投一公斤賣83 松江賣75 西湖賣30 怎麼差這麼多 OK 長春賣67 永春賣130 所以你會發現 而且價格會有波動 也就是他每一天進貨 說應該是拍賣的價格吧 這個跟之前那個 什麼 吳一寧是不是 韓國瑜嘛 北農嘛 賣的那個 價錢就在這裡 那只是說呢我今天第一個 我要如何把這個資料 把它下載下來 第二件事情 丟到資料庫 第三 把要的資料查出來 大概就這三個步驟 所以第一個 我要如何把它從網路上撈下來 因為這個資料 它每天都會更新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用下載必須手動 但是我希望程式完成的話 怎麼做 第一個 首先各位可以切到那個我們0601裡面 這裡的話第一件事 你假設我要把網路上資料下載下來的話 其實程式非常的簡短 就只有第一個要寫什麼 request 第二個的話告訴他網址在哪裡 第三個呢 再跟他講說編碼方式 因為我們 假設那個檔案我們剛剛看到 它是 就是直接把它打開 直接可以在那個 ecell裡面看到不會亂碼的話 那通常 應該就是CP90 要不然就UTL8 我怎麼知道 你可以按右鍵 也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計势本開 計势本開你定存心 前面跟各位講過 那編碼方式如果AMSI的話 那你的encoding 就要是CP90 那如果你是UTL8 那你就直接用UTL8 不然的話它開起來也是亂碼 那我要怎麼開 首先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這一段 就這一段語法四行 那當然第一個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這個 python裡面 就這四行 不過特別注意 第一個 那個input request 你要先確定它有沒有裝 如果你電腦裡面沒裝 你的python裡面沒有裝 這一個request的模組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底下 像我剛剛rump起來給各位看 再來第二行是 get後面就是那個網址 那網址在哪裡 特別重要 get後面喔 這一串有沒有 其實就是在哪裡呢 在剛剛我們那個 台北市政府這邊 下面有個下載 下載不是點 點右鍵是直接下載 點左鍵是直接下載 點右鍵的話 這邊會有一個所謂的複製連結 右鍵複製連結 請你把這個連結 貼到哪裡呢 貼到get後面這個刮弧 跟雙引號裡面 意思就是說 我本來要按右鍵 才能把它存起來 但是現在我直接用程式 直接幫我抓就對了 那它會幫我抓到一個物件 就是HTML 我前面取一個名稱 叫做HTML物件 並且跟它講說 這個HTML的編碼方式 是CP950的編碼方式 就是在利用它有個屬性 叫Test 裡面的文字幫我把它輸出 那你會看到 這個Test裡面呢 它就會幫我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當下來了 但是現在一執行 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執行 它會出現這個 你這邊有Input Request 但是呢 它幫你在你的那個 凡事Library裡面找啊 你的Module 奇怪 怎麼找不到Request 特別注意 Request 在那個Python裡面 預設是沒有幫你裝進來 但是呢 在網路上有 所以你可以從網路上 直接把它盪下來 盪到哪裡呢 盪到你的Python裡面 怎麼把它當落下來 特別說 以後有蠻多的模組 都要用類似的方法 才能夠使用 所以你要學會什麼 如何安裝 像剛剛那個MySQL有沒有 PyMySQL 那個東西呢 也在網路上面 你要懂得把它下載下來 否則的話 你也沒辦法弄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如何安裝 一請各位先找到什麼呢 找到我們那個 這個原來的這個什麼呢 我們C碟底下 有個Python3732有沒有 這個目錄 這個目錄的話呢 是放我們Python的所有的相關 跟韓式庫的部分 所有的檔案都在這裡 請你找到有一個資料夾 叫Scribes Scribes 這個打開來 裡面的話有一個叫做Pype.exe 這個Pype就是 它可以透過Pype.exe 去幫你抓到那個Module 那怎麼讓它抓 不過特別注意喔 比較麻煩一點 你必須要下指令 目前這個還沒有圖形化工具 所以你必須要透過指令的方式 才能夠把它抓一下 怎麼用 特別是說 一請你在這個 進到Scribes 看到Pype 二點擊上面的那個 上面這個位置列 然後呢輸入一個 輸入CMD CMD就是跳出那個DOS的模式 OK Enter 其實為什麼要在這個Scribes上面下指令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就可以不需要進到Scribes 這個目錄裡面 否則當然你要進到 或者你要給它入境 接下來你打一個什麼Pype 意思就是說 請你幫我使用這個Pype.exe 去抓到什麼 那個Request 那Pype呢 後面請你再加Install 所以意思是說 利用Pype幫我install 所以install就安裝的意思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叫Request R-E-Q-U-E-S-T 加S 意思是說 幫我把那個Request 這個模組幫我安裝 它會連到網路上 所以這個時候你電腦一定要連線 否則如果你電腦沒有連線 一樣抓不到Pype 它就會自動去網路上幫你找 並且幫你下載下來 所以Enter 如果沒有錯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但是這邊會有一個麻煩的點 它出現這個 它出現因為我有兩個Python 所以它不知道用哪一個比較OK 所以這邊比較麻煩 如果你 假設你的電腦裡面只有裝一個Python 就沒事 但如果裝兩個的話 那怎麼辦 你要指定其中一個 所以我好像在那個雲端上 我有提供那個 安裝方法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安裝的方法 當然上面主要應該是看方法一方法二 方法二是你已經有一個預設的那個路徑 等於是你有設Pace 不過這個設Pace有點麻煩 好 那請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方法 Pype install request 如果這個不OK的話 請你換第二個方法 直接指定我目前這個目錄底下的Python 去做安裝 所以把這個Copy一下 Python 空一格 然後呢 一個-m 然後一樣 後面Pype install request 把這個把它執行一下 我把它直接按右鍵 它就貼過去 Enter一下 不過這個可能要CD一下 CD點點上一層 因為我的Python 是在那個前一個目錄裡面 所以在這邊執行 OK Python 然後Pype 所以特別注意 所以如果方法二 假設你有兩個目錄以上的話 乾脆我們就不要在script 我們可能在Python這個目錄 再點一下打cmd 或者你直接CD點點可以 然後直接把Python-m 然後一樣Pype install 意思是說 我直接指定這個目錄的Python 如果你有兩個一個以上的話 那你就直接Enter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應該安裝就成功了 因為我們這個環境比較特殊 因為不只安裝過一次 可能你們前面好幾期同學都已經裝 如果你正常的話應該會看到這樣 它有下載 而且會告訴你下載多少 總共它會告訴你說下載1.2M、2.1M 然後幫你把request全部下載 下載完畢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切回到剛剛的話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這邊環境比較特殊 所以我們用方法2 方法2的話就是1 先找到Python3732 點它一下 輸入cmd 在這邊輸入cmd 2的話呢 再到這個cmd裡面輸入這一行 Python-m 然後後面pipe install request 如果這個指令呢 假如你怕記不起來 雲端上其實也有 我是把它放在這邊 方法2 理論上第一個方法應該就OK 只是因為環境這邊比較複雜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再切回到剛剛的畫面 剛剛會跳出那個 no module name的request 現在會不會OK呢 我們執行一下 因為我已經裝了嘛 理論上應該它就找得到request 然後也去抓這個東西 並且幫我把它下載下來 直接看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網路上面的東西呢 馬上就在下方可以被看到 OK 如果說呢 你剛剛有安裝成功的話 那它就不會跳那個 剛剛那個沒有那個名稱叫 那個request這個訊息 OK也會把網路上面的東西幫你抓下來 但問題還沒結束 我希望抓下來的東西 可以直接到資料庫裡面 現在是直接到畫面 就有點像剛剛是開檔而已啊 剛剛是開檔 秀畫面 可是如果今天我已經能夠把它秀畫面出來 那表示說這個資料已經到我們電腦裡了 接下來的話怎麼樣可以 逐步逐步的放到資料庫裡面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第一步 所以剛剛的那個假的啊 你們第一步如果不行的話 請你用第二個方法 用這個pipe install request 如果不行呢 請你再到前面一個目錄啊 記得是在python目錄底下 執行第二個語法 好 試一下喔 好的